我想应该 你就大概比较重要的地方应该就是 就是 VBA 另外最后这个地方 其实你也可以不用循序的 就是一个个慢慢清除 因为如果一个个慢慢清除的话 效率会比较差 它会好像感觉有点卡卡的 我之前讲过你可以用什么 用 RANCH 的方法 把它清除 还记得把它一行就可以搞定了 RANCH 第四到 H 的最下面列 或者是你刚才如果已经确定范围到 H 58 你可以把刚刚这个地方 我刚刚讲过这边有个编辑工具列 我习惯是把这个注解起来 注解 使程式变为注解 然后如果你要改写的话 你就用什么用 RANCH 范围 这整个范围清除的话 那就跟他第四到 范围 h 的 58 然后后引号 点什么呢 点 Clear Contents CL 对吧 Contents 不要选错 任何同学 选到这个 comma 还是什么 选错了 应该是 Contents OK 这样的好处就是说它清除 效率会是相对的快很多 所以如果我把它改这样的话 清的话它就马上就清掉了 它不会说一个一个慢慢清 尤其你范围越大 越要注意请你要用那个 RANCH 也就是说以后如果做的事情都一样的话 那你用 RANCH 但是如果你每个做的都不尽相同的话 你就不能说我老是可不可以全部都用 RANCH 像这个地方因为它丢的公式 每一个除存格都不尽相同 所以你可能就没有办法用 RANCH 但是你会发现整栏是做一样的事情 所以其实你也可以什么 也可以想想就是用 RANCH 也还是可以把这个改写 但只是改写完之后 程式不会比较简单 会相对复杂 所以各种方法我都试过了 后来发现 留下应该是留下程式最短的那种写法 不然的话你也可以试试看 写法可能至少超过十种二十种都可以写得出结果来 但是你要想想哪一种最简单 而且你比较记得起来的 你千万不要学一堆 什么武林各种功夫都学了 最后一招 最后格斗的时候 你一招都想不出来 到底哪个老师用的哪一招是最厉害的 那来不及了 所以有时候那个就是像那种武林高手 他都见招拆招 他不是说 而且最后你发现越简单的越好 千万不要就是说你一直在想说那个招 其实就无招才是最厉害的 OK 就像那个什么倚天屠龙记里面 那个张三丰教那个张无记太极拳的时候 一问他说你记得招式没 你还记得一半 你继续练 你记得多少 我只记得大概一成 你继续练 我全部忘记了 你已经练成了 就是你全部都要忘记了 所以以后如果我问你说 你这些怎么做 你要说 浑南天层的 浑南天层是全部忘光了 忘光两种 一种是真的忘光了 一种是真的 你真的是忘了我的方法 然后只记得你自己的方法 这才是最好的 OK 你要自己有自己一套东西 不是说都拿我的东西 然后就照着做 那不过当然后面那个境界是比较 可能要需要点时间 因为没有人说 知识这么高 像张无记那个是 是知识非常聪明的 对他可以马上 所以他练功可以几个时辰之内 就已经练到第九层了 人家可能练几十年都练不出来的 OK 所以这个地方好 跟各位讲一下这一题 那接下来的话 后面还有蛮多题的 只是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讲 所以也许你们可以试试看 像以那个什么呢 人事资料管理这一题 打开来之后 请各位可以想想看 这一题 它是有四个工作表 那你假设你要做四次的话 有没有快一点的方法 可以一次就完成 最好是VBA 那VBA这一题 也会牵涉到所谓的跨工作表的输出公式 OK 那里面的话 大概有几个重点跟各位讲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它这个V轮暗数 这边有个启动编辑一下 这边有个试题 其实试题里面 大家各位自己看一下 说明 我把最重要跟各位讲一下 这边有四个 这个工作表 做的事情实际上都一样 就是B栏到N栏 只要是黄色空白 就是你要做的 那做哪些呢 第一个 它的单位 单位的话指的是 里面的那个什么 123 13 第4第5 306 有没有 其实或者你可以看这边有个单位 它有个对照表 单位306 那你必须把306 这个长春带过来 108 意思类推 反正就是这三个字 找单位 那你可以什么 第一个你要先用MID 先切108 第二个再用108去查 查它是哪个单位 第二个是主别 它是哪个 主别的话呢 实际上是ABCD 所以你切过来的话 应该是这个字 第七个字 OK 那升等的话呢 是哪一个字 升等的话呢 应该是第一个字 1234嘛 第一个字 不过特别注意哦 升等 这边的话呢 是一个数字 你切过来的话 是一个文字 所以你文字 要跟它比对 最后会比不出来 所以怎么办呢 你必须先把这边的文字 转换成数字 再去比 才会正确 OK 这一题刚好 我之前有讲过 因为之前也有同学 问我问题 老师 为什么明明我 V2数都对啊 为什么就是找不到 我要的资料过来呢 我一看 一样的问题 你用那个切割MID 或者Letter 得到的是文字 可是你那边的资料 是一个数字啊 那两边形态不一样啊 那怎么会查得到 所以你必须把它转换 把文字转成数字 再来比就OK了 所以这个有个现行题 然后考核 考核值的是这三个乘积 那三个乘积是 如果是假的话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有个什么 等级嘛 如果是假是85分 如果是A减也是85分 那必须怎么样 把这三个乘积 先转换成数字 所以你要查 查完之后呢 再去相加除以3 或者用Average 都可以 就是算它的平均 然后这个的话呢 就是这个百分之30 这个百分之70 所以这个乘以0.3 这个乘以0.7 然后再来这个占百分之60 这个占百分之40 最后排名次 OK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吧 其实它并不复杂 只是说你要怎么样快速的把它做出来 而且它会有四个工作表 那你怎么可以做一次 完之后四个全部完成 最后最好是可以怎么样 做个VBA的按钮 按下去 啪啪啪啪四个工作表 同时完成 按一下四个工作表 同时清除 OK 答案云端上也有了 所以这一题的话 留给各位多利 因为主要都VBA的数 并不会太困难 那可能比较会有问题的 应该是在我们的答案在这里 跨工作表 跨工作表的话 因为有四个工作表 所以我底下好像有放跨工作表的程式 所以这边的话 有跨工作表 在这里 多一个回圈 For S 是句子 1到4 意思说我有四个工作表 然后我让它切过去 并且帮我做完一样的事情 最后再把它切回到第一个工作表 清楚也是一样 所以这两段 如果你把它执行的话 就是全部自动执行完毕 OK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要来看其他题 可能跟V软数 比较没有办法做到的 其他范例 比如说325这一题 所以待会你们可以有时间的话 做人事考评 然后再来就看325 325这一题 请各位 看一下 B栏是来源 DEF是你要放的位置 那待会请你把这个范围的资料删掉 主要我这边为什么会 因为先让你知道 这个是我们将来要做的 OK 所以意思就是什么 请你把B2的资料 不包含冒号以前的东西 帮我抠过来 所以它一定是什么 你有没有发现 1234有没有 纵向的变成1234 这边也是1234 变成横向的1234 而且不包含这个前面的部分 那这个时候你想说 假设我把它delete掉 所以需求是delete掉 接下来怎么样 把资料帮我查过来 那你想说 如果这个时候假设 因为有同学只会一招 就是V6函数 可以用吗 好像不符合需求 但是又要查资料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OK 这个时候请各位注意一下提示 几个方法 要不就是你用什么 用index 或者用indirect 这两个OK 其实其他还有像什么offsets也可以 不过比较少用 再不然你干脆写VBA算了 OK 直接写VBA 有这东西 老师我那其他都不想学 VBA可以 为什么 VBA是什么 for 什么呢 for i 等于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搬一个资料 call一个位置 搬一个资料 call一个位置 只要 位置是对等的 顺序是OK的 两边就可以match 程式不多 大概就是 应该五行左右可以搞定 OK 如果写五行 那早不如就用VBA写就好了 对不对 不过 最好两边都OK 你可以选择 请各位先试一下 index 应该也许用index 比较常用index 按确定 按确定 他会跟你要三个 第一个问题是array array顾名是范围 来源 第二个哪一列 row number 第三个哪一栏 有没有 那栏的话就一行 所以这边一定是一 这个范围也是固定的 差别是哪一列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可以 变出他的列的序号 那我答案就出了 OK 好来画面先还给各位想想看 OK 所以这一题的话 就是我之前跟各位讲的 如果你工作里面 它的资料来源 不是一个资料表 也就是它可能不像那个资料库一样 如果刚刚那些都是像资料表 有固定的栏 栏的话一定是第一栏的编号 然后它是有个规则性的 那我们可以用微软树 但如果不是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想其他方法 反正我们主要目的就是 你就不要涂法链钢 不然的话你像刚刚怎么办 涂法链钢完 你就想 负字贴 负字贴 负字贴吗 贴的话可能要转置吧 负字是个贴 转置 然后再删掉前面的 那工程浩大 但是如果你会对的方法的话 其实真的并不困难 方法也许 我是觉得如果用函数 你可以用那个index 或者indirect 这两种方法 我在云端上也其实也都有放 另外就是用VBA 当然如果你VBA学的熟了 因为之前有听同学讲 就是说他VBA写的蛮熟的 后来他几乎把 一些函数都放掉了 因为他觉得干脆用VBA来完成就好了 所以他以后干脆就所有东西 就写VBA程式 就搞定了 他也不用去管说 那个函数该怎么用 因为有些地方反而用 那个isio里面的公式 要处理复杂的事情 还真的太复杂 太麻烦了 倒不如怎么样 全部就用VBA来完成就好 OK 这里的话请各位试一下 好